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兩個跟語音辨識有關的 就在簡報的20頁跟20頁 這兩個其實都很好 當然如果以我自己的習慣 我比較常用的是第21個 好處是他的正確率性 正確率會再高一點 缺點當然就是他算是雲端服務 但是你要把那個虛擬組織打開 虛擬組織打開 所以我先介紹第20個 好不好 好第20個 雅庭智慧 應該 大家可能 對他印象最熟悉的 就叫做雅庭竹字港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請大家來試看看 他其實啊 現在從那個好像3月15號開始 每一個免對帳號都有5個小時的一個月 不是每天喔 你不要那麼狠 一個月每天5個小時他可能就撐不住了 就是那個額度可以用 好 這邊呢 我有教學 有教學文章 那我們直接進到他官方網站 其實我還蠻喜歡他的 因為 其實雅庭智慧呢 他是台灣之光 第二個 他本身 他的服務現在還蠻多的 不只是只有左字港 真的還蠻好用的 所以 你可以 像這樣 我就點進來 那當然還是要註冊帳號 所以你還是要先登錄一下 登錄一下 OK 那就進來了 那以我們剛剛的一個狀況來講 我可不可以把影片上傳到他上面去 可以 如果你看我從這邊 新增左字港 有沒有一個上傳理音檔 你可以傳上去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要 比較快的 我還是建議大家 你就把那個聲音檔案分離出來 因為 影片對他講沒用啊 對不對 所以 上傳了很大的檔案 因為 影音檔案最大的是影片 不是聲音 聲音通常都幾十美感而已 所以你這樣子不只速度相對比較快 也會比較好 那我們等一下讓大家先體驗一下的是 他不只是這樣 你看連YouTuber 如果你傳到YouTuber 有沒有 連上傳都不用 給他網址就好了 就可以用了 真的很方便 真的 所以如果您的那個 比如說看到一段YouTuber影片 沒有那個什麼 字幕 你也可以這樣丟進去 就給他就好了 你不用把那個影片下載一下 再上傳上去 這樣想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老師有沒有看到 人家都有什麼 雙聲帶內 也沒有發現 也沒有發現 不只英語 國英語 國英台語都可以 我跟老師介紹一下 目前 雅清語音 是我第一個看到 聽得懂台語的 真的 真的 你跟ChimpGT問看看 我有問過他 你也要說台語嗎 他說我不會跳 但是我 我要給我看看 我還說兩句之後 我就會告訴他 因為他真的不會跳 所以你看 我們這裡有沒有即時錄音 有沒有 也有喔 即時錄音的就是直接 語音 他不只單一個語言 還可以 國語跟英文 還有 國語跟台語 那為了 讓大家有感覺 我當然找現場老師來試看看啊 現場就兩位來 自己要一個來 乖乖乖來 快點快點 反正你今天來這邊錄影就是要上鏡頭啊 哪有那個 還躲在下面說我要回家的 沒有 一定要來前面 快點快點 誰要 兩個都有機會 只是前後順序而已 先來的只是講話 後來的是要唱歌的喔 好來來來來 老師我們來試看看 請問老師你講台語的方法 不太通 不通沒關係 你說講話說台語的方法 好來來來 那我們就按下去國台語 即時錄音 允許存取麥克風 好那我們找 這一支好了 老師你開始講看看 要講什麼呢 隨便你啊 你是老師啊 現在是你的課啊 當老師的壓力真是的 這樣有出來嘛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講國語 還是講台語 你覺得他有寫出來嗎 有有有真厲害 台語也聽得懂呢 第一次看到AI的方法 說台語的對不對 聽得有的喔 這樣你敢不可以這麼想 你有想看 這樣東西可以用在哪裡嗎 等一下 我看翻譯 我看翻譯 原來你倆聽都聽不懂 一點點一點點 喔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這樣你要來看台語的 鄉土劇 好不好 真的真的 看翻譯就知道 這樣才會說台語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像這樣 你老扮你老 幫傭 可以直接變粵文 還是你要說英語 你有感覺 說台語直接變英語 這樣也很厲害喔 喔真的真的 多國語言啦 所以你看他現在都多聲道 可以接受啦 好厲害喔 你有想到有什麼情境這個可以用 情境喔 對啊對啊 最簡單就是英文 英文課的時候 英文課的時候 同學不用講英文 是這樣嗎 對初學來講 初學後期當然還是要講英文 還好 老師你該不會是講英文的 我想說你這樣一講 老師就完蛋了 其實除了 用在 上課 我們用在觀光可不可以 你講母語 我講我的母語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他很貼心喔 你看下面這裡 你有沒有感覺 阿年紀比較大 因為在手機上用的時候 你就不用抽過來了 哈哈哈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觀光很好用 阿其實在醫院也很好用阿 或者有時候 就是有 我們講的外籍看護阿 還是說外國人 來 台灣 他問路也好 還是說 有些不懂的 是不是減少了很多那種 比手畫腳的機會 雖然我們不可否認就是 專有名詞他翻譯還是會比較差 因為是即時的 可是口語化的部分 相對來說 會比較 容易一點點 是 阿年你有 感覺說 可以接受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齁 好好好 我們就停止錄影了 好 感謝你 因為另外一個老師是還會唱歌的 恭喜你先出來 哈哈哈 好來 你看喔 那我回到列表 回到列表 這個時候老師 兩位現場老師有沒有感覺 特別認真上課 呵呵呵 好你看 他不只可以幫我們這樣辨識 他會知道 幫我們比對裡面有幾個人在講話 好那關鍵字標籤幫你take出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看喔 老師如果以前有整理過那個錄音檔 你就知道整理錄音檔的痛苦 這一句話沒有聽好 就要再倒蓋對不對 可是現在 可以不用了 好 只有一個 他只認識我 好 你看我點到這裡 這一句話不知道對不對 我現在說國語 還是說台語 有沒有還有一個未知的就是你 呵呵呵 點到他 最簡單就是英文課的 這樣有沒有感覺 隨時就 點下去去確認這個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可不可以編輯 當然可以編輯 而且最好是把同誌拉進來 你前面半個小時我後面半個小時 呵呵 這樣勞易比較均等 可以共編拉 然後你還可以匯出 你看生意可以匯出來 這裡也可以匯出 有沒有直接就變成 SRE 就是我們講的字幕檔 這樣有感覺比較好一點吧 好所以 其實這個 這樣的服務 包括很多線上的都有類似的功能 只是說雅庭語音他就有這樣的 服務了 那你一個月 他所有的這些功能 就有五個小時的免費耳渡 也還不錯嘛 對不對 雖然我必須承認就是他的辨識度沒有說是 是我遇過裡面最好的 但是至少 還算不錯 而且 光台語這一項他就打他別人了 我真的我試過用其他的AI 光台語今天沒得到 他頂多 少數幾個字 他也許聽得懂 但是你要像他這樣子 真的 不太行 而且人家都是雙針帶 有沒有 講國技 講台語 講演藝 他都來 辨識出來 所以這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這樣有感覺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讓大家 先體驗一下 那事實上呢 我順便多講一個就是 如果呢 你看他這邊 他其實還有一個影片的多國配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在做雙語 教學 如果說老師你覺得你自己 還是 對這一塊還是沒有辦法到那麼的 流利 就講的部分那麼流利 那沒關係 你可以先暫時找 雅婷語音來幫幫忙 這個叫多國語音 也就是說像我們今天 我有錄下來了 那我錄下來之後 我把我的影片傳上去 那他幫你翻成英文之後 就會幫你變成用英文發音 對對不對 你的影片就有英文發音 好 那其實就是左邊這個功能 就左邊這個功能 你看我這裡面有一個 Sample 點下去給各位看一下 好你看 我把他 這是我的原始的影片 在這裡 原始的影片 我先play一下 我們到檢報12-13 來看一下 大家比較熟悉的 這一段我講 試驗一下 線上有老師問到說 這個是不是要付費 就是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是 那個 免費的 免費的額度這樣子 好 那你看喔 在這邊我就請他幫我做 有沒有 翻譯成英文的 對不對 好翻譯成英文的 那老師的任務就是 要確認一下英文是正確的嘛 對不對 你要確認一下你的英文翻出來有沒有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讓他直接幫我生成語音 所以你看 我用翻譯的 就翻譯一下 有另一種 其實你現在可以直接用它 但你現在可以用它 其實比較單純是提供什麼 雙字幕而已 但是發音還是原本的 那個語言 但是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影片 直接有英文的發音 你就直接用像這樣 其實事實上它不只是英文發音 它還有別的 只是說我剛剛那個就給某一個 所以你在這邊如果你選擇這個 也就等同 你進到這個功能裡面來去新增 有沒有 還是你要文字 直接轉也可以 我們就這個配音 你看這個配音你可以選擇 講台語也會通耶 你都不要想過 講台語也會通話 沒有啦 其實很好玩 所以你看你還可以增加 有沒有你可以選擇 不同的語言 對啊 但是最多只能選擇一個 有感覺到了吧 所以我覺得其實雅庭雲 跟別的很不一樣 就是它的這種服務很多元 它不是說很單純的 就是主要英文 或是幾個主要的語言為俗 它竟然連台語都有想到 像這種配音的 雖然有一些AI的服務有 但是沒有像它做的那麼多 這樣應該大家對雅庭雲 應該就比較可以接受了吧 好